关于习近平主席应邀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 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 以及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大国竞争不符合当今时代潮流 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中方不惧怕竞争 但是我们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谈到关切 美方应当切实尊重中方的合理关切和正当的发展权利 而不是只强调自身关切损害中方利益 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塑造别国 从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 是典型的霸权主义 不可能得逞 中国不寻求改变美国 美国也不应当寻求塑造或改变中国 希望美方将不寻求新冷战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等承诺落到实处 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台海的现状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真正改变现状的是台湾民进党和支持纵容其谋求台独的外部势力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都有明确承诺 巴厘岛会晤时 美方明确表态 美国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 美方应当切实恪守坚持一个中国 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 中方已经多次清晰表明了南海问题的实质 以及中方的原则立场 不是中国的领土 多一寸我们都不要 中国的领土 我们一寸也不会放弃 中方致力于同有关国家通过谈判 磋商解决有关争议 同时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决心坚定不已 美方应当停止制造借口 介入中国同有关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 更不得借有关问题遏制围堵中国